西悉尼国际机场将在2026年底开放 并将为这个地区带来令人兴奋的新机遇 新机场的初步飞行路线已经制定完毕 在环境影响声明草案公开展示期间 澳大利亚政府将征求社区对这些飞行路线的反馈意见 在设计飞行路线时 设计团队要考虑一系列因素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悉尼其他机场及周围空域 大悉尼地区的空域包括南区的Sutherland和Bargo之间的区域 北部的中央海岸以及西部的维多利亚山 大悉尼地区上空的空域是澳大利亚最繁忙的 这个地区有多个机场并有不同的飞行路线和程序 这些机场包括悉尼Tinsford Smith机场 Candon机场和Bankston机场 紧急服务以及Richmond皇家空军基地等军事场所周围的 受管制空域 Holstworth陆军基地和Orchard Hills国防机构 也决定了飞机在哪里能飞 哪里不能飞 飞行路线还需要考虑环境敏感地区 比如西边的大蓝山世界遗产区 虽然悉尼的空域很复杂 但2016年西西尼机场环境影响声明发现 这个繁忙的空域有足够的容纳能力 能够安全地容纳西西尼机场的新飞行路线 今年晚些时候 在环境影响声明草案展示过程中 您可以对初步飞行路线提出反馈意见 您的宝贵意见有助于完善详细设计中的飞行路线 详情请见 政府的西西尼国际机场飞行路线的网站 详情请见 感谢观看